我叫陳仲天,今年27歲 我是今年藝訓班32期訓練班成員 我是前香港武術代表隊的運動員 我從8歲開始學武術 因為我小學的時候 每個小朋友都要參加一個復學慶趣班 我幼稚園的時候很喜歡音樂 我小一的時候就參加了小提琴 後來上了小學的時候 開始上過第一次的體育課之後 發現自己原來對運動很有興趣 然後小二我就報了游泳 游泳有一個小插曲 就是我游泳的時候又游得不錯 教練就叫我去選校隊 然後選校隊的時候 因為隊長很長,我戴著尾鏡 然後很長,聊聊聊天 說不要了,先放上來 然後跳水的時候忘記帶 然後好像被人救了 所以我就有陰影 後來小三的時候 我媽媽就問我 怎樣?今年你想玩甚麼 我說不知道,隨便吧 然後她說 武術好嗎 然後她說 我說是甚麼 她說你練習那些 她說好 就參加了 我其實因為小五的時候 我就轉了校 媽媽就問我 你想不想繼續玩武術 我說想 然後媽媽聯絡了師傅 就在公園教我 學了兩三年 去參加香港的比賽 後來體育學院 有個名日之星恩選計劃 我就去參加,然後考進去 順理成章地做了運動員 由潛質運動員 轉了獎學金運動員 到成年的時候 就轉了成精英運動員 其實我自己的路 就不是一帆風順 我小時候 因為可能被人遲 因為我八歲才開始學 其他小朋友正常是 可能三、四歲就開始學 八歲開始學 而且我學的地方 又要在公園等 很多難度動作 跳躍等都很少練習 所以入道隊 其實是比其他同學差 但當時我總教練 叫過媽媽入場 說你兒子又跳得不好 又轉得不好 又不太協調 然後我媽媽就說 那怎麼辦 是否要踢他走 後來總教練就說 不是,但因為我看到他很勤力 因為我們是七時開始練習 我以前一放學 四時放學 我就進去自己練習 先練兩個小時 然後再開始練習 中教練看到我勤力 給我一次機會回廣州集訓 第一次去廣州集訓 就被人罵到飛起 因為不行 然後第二次回來再練 第二次去廣州 就不一樣了 練武術令我最大的得著 我覺得除了在身體上的得著 我最重要是學懂武德的精神 我覺得教懂我做一個有禮貌 懂得專師重道 最重要是懂得堅持的人 無論遇到甚麼困難 因為我有這個運動員生涯的經驗 我知道很多事情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 是通過訓練 通過很多努力才能做到 這是令我勤力的動力來源 我退役後 我想了很多事業規劃 我想了不如做政府工 消防員、警察等 我好像全部都有興趣 後來我了解過後 原來我不是真的有興趣 其實我有甚麼興趣 因為透過電影 我覺得警察很有型 透過電影 覺得消防員很有型 原來我是想做演員 我想甚麼都做 就是電影就可以 電視、電影、演藝 可以甚麼都做 爸爸一直以來都叫我考 因為以前TVB有個節目 叫功夫新星的時候 其實當時我爸爸已經叫我考 去試一下 但是當時我就要比賽 當時我剛巧遇到我 要去打世界青少年 即是世青賽 那我就想想 都是想學多些武術 練久一點 還有小時候又怕臭一點 那時候沒有想過這件事 在我心中的傷害 還是有天啊 我會做小時候 我會做小時候 去看 我會做小時候 然後那時候 我會做小時候 從小時候